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有这么一个人呢 他来向孔子问了 地计之礼 其说何如 这个地计之礼是古时候天子用来祭祀这个太庙的这种礼 那么这个之说也就是说怎么个说法 那么孔子呢回答说 不知也 他自己说不知道 然后呢他伸出手掌 告诉那个人 说谁能如果知道地理之说 谁就好像对天下复杂的事 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 他是指着自己的手掌说这话 换句话说 能够通达了解 天子祭祀太庙之礼 那么对天下事必定是了如指掌 那么我们具体的手掌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句子当中的这些关键词 这里有 其如是诸之乎 这个是 诸子集图里面讲 跟那个是长那个是是同家的 也就是看 这个诸是知语的和音字 这个诗呢也就是词 这个意思 那么孔子说 试诸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象出 孔子是 伸出手掌 然后以另一只手指着他的手掌说 这个是试之于诗 或者试之于词 这么个意思 那么这个知诗代表天下事 前面讲到知其说者 知于天下 天下事 这个如是的如是犹如 犹如 看天下事 与手掌中 是之于诗 是天下事 与手掌中 这个诗是词 代表手掌 那么诗子说 后面的指其掌 是弟子既 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 言其明且意言 这个不是孔子 这个不是孔子自己说的 这个不是孔子自己说的 是弟子记录当时孔子的这个动作 他指着自己的手掌 那么说明什么呢 天下事了如指掌 明且意 明是明白 意义呢 是容易 非常明白 非常容易 了解天下事 换句话说 能够了解地际之理 那么你了解天下事 如同了解自己的执掌一样 那么容易 那我们这里觉得有点奇怪 孔子呢 先回答说不知也 然后他后来又讲 这个能了解地际之理 如同了解自己手掌一样 看手掌一样 那明明他是知道 为什么说不知呢 那么孔安国 就是汉儒 他注解说 答以不知者为鲁慧 这是因为有忌讳 所以才 回答说不知 这是当时鲁国的忌讳 这是当时鲁国的忌讳 那么忌讳什么呢 这个刘宝南的 《论语正义》当中就说出来了 说孔子记 即逆四之事 孔子所忌讳讲的 是啊 自己鲁国 这个当时在纪礼当中 有逆四之事 有逆四之事 逆四我们昨天有讲到 鲁庄公的两个儿子 鲁敏公是嫡子 鲁西公 鲁西公是树子 鲁公先继位做鲁国国军 鲁公死后 西公再继位 结果后面后人呢 把西公啊 他的牌位放在 这个敏公之前 这个牌的顺序错了 这叫逆四 那么所以呢 这就不如理了 那么这种地计 也就为理 所以当有人问 孔子地计之理如何 他说我不知道 这是忌讳 忌讳说自己国君的 这种为理的做法 那么黄侃的著书说 臣为国会恶 则是理也 孔子说不知 这也是理 其实他哪里不知呢 孔子明明是知道 地计之理的 那他说不知 是因为鲁国不合理 所以作为鲁国臣子的孔子 为自己的国家呀 隐晦其恶 不把这些丑事往外扬 这本身呢 是一种理 正如孔子 在论语中说的 子为妇隐 这是隐恶 把这个父亲的恶事 隐晦不说 那么臣子对国君也是如此 不说国君之恶 那么这也是一种理 这个理是体现着忠厚之心 这国君 是我们应该尊尊敬的 如果张扬他的恶呢 使到国人 就不尊敬国君 弟子规律讲 洋人恶即是恶 急之甚或且作 洋别人的恶啊 都不对 这本身也是恶啊 更何况洋国君之恶 洋父母之恶呢 所以 不批评 不指责 国主 这本身是理 儒家的理 那佛家的戒也是如此 佛家菩萨记经里面讲到的 不放国主 不做国贼 不毁谤自己的国君 自己的国家领导人 不做国家的贼 不偷盗国家的 不偷税漏税 不损害国家利益 这是佛家的戒律啊 所以佛家的戒跟儒家的礼 是相同的 那我们先 学着 引父母 国君之恶 掌养自己忠厚的存心 逐渐逐渐呢 对一切人的恶 我们都不张扬 不批评 不执着 不说人是非 甚至呢 我们不看别人的恶 不仅不说 连看都不看 不放在心里 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 是禅宗六祖 说得好 若正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真正修道人啊 他不会去看人家的过世 世间就是世间人 他们的过世 他们的过世 我不见 不见代表什么呢 不是说我看不到了 人家有过世 我们都见不到 那是自己的愚痴 糊涂 这不是不见的意思 六祖这里讲的 不见世间过 是 见了如同没见 见的时候呢 知不知道他是过世呢 知道他是过世 但是不放在心里 不会动一个念头 侵略他 批评他 指责他 这是真正的修道人 这才是真正儒家讲的君子 君子不扬人之恶 那么孔子在这里 也是如此 他是一种会恶的做法 那么诸子集图当中说到 先王抱本追远之意 莫生于地 为人孝至成敬之志 不足以于此 匪祸人之所及也 而不亡不地之法 又鲁之所当会者 故以不知达之 这个先王是讲周朝的 古圣先王 文王 武王 周公 这个用地理 是有抱本追远的意思 那么周里 有周公之定 祭祀 宗庙 祭祀 自己的先王 这是抱本追远 报答 自己的祖先 追忆自己的祖先 养自己人后之心 所以地理 它有 很深的教育的意义 所谓慎重追远 明得归后 国家领导人 带头 慎重追远 那么 人民 百姓也就变得更加人后 社会也就变得和谐 那么 地理 是表现自己 孝道 把表现 不忘本 只恩 报恩的意思 所以 必须要有人 孝 成敬之心 如果没有这个人 孝 成敬的心 这个心 不够 那就 不足以啊 这个 去 有资格 行地理 对 一定要有 智诚的 人孝 成敬的心 这个智识 达到基础了 那么 谁有这种心呢 文王 武王 周公啊 这些圣人才有啊 孔子 才有啊 一般人 没有啊 所以 诸子 这里讲说 非祸人之所 即也 这个祸人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他来问地理 也不知道 是谁了 没有留下 性命 那么这个人 是个普通人 他 他 怎么能够体会得 圣贤 人孝 成敬之心 他怎么能体会得 地理的深意 这非他所及呀 这是为什么孔子说 不知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不想回答他 他 他还没有 到这个 程度 了解 地理的深意 就给他呢 说个不知也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最重要 第二个原因 就是 忌讳 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 当世周朝 特指是鲁国 所有诸侯国里面 都是如此 都是什么呢 不亡 不地之法 这个王 他是 以德 而治天下 万民归顺 那么 自天子到诸侯 都不讲德了 所以就不亡 这个 古圣先贤的 目标是 以德 亡天下 或者 用古音是 亡天下 那真是 以德 服众 为正 以德 这个不地 是因为 没有 报本 追远之义 仁孝 至诚之心 所以 那个地理 都流于形式 没有诗之内容 而且呢 做法 还不如理 刚才讲到的 逆寺 所以呢 这是 鲁国 所当 忌讳 说出来的 孔子就不说了 所以用不知 来回答 那么诸子 吉祝又说 盖知地之说 则 则理 无不明 成 无不可 而治 天下 不难 圣人 于此 其真 有所不知 也在 孔子 哪里说 不知地理呢 不仅说 能知地理的 一事 也 了知 地理的精神 那么 圣贤人 知地之说 地理 是一桩 这么一回事 他的 精神是什么 他的做法 是如何 都能通达 通达了 那么就能够 理无不明 成无不可 他能知 便能行 所以他的理 都明了了 这个理 诸子 说的理 是指天理 那么天 可以理解为自然 自然之力 或者是说 自性之力 天性之力 都能明了 用我们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宇宙 人生的真理 都明白了 成 无不可 他真正 有真诚心 能感格 天地万物 无不可 格是感格 感通 中庸里讲的 智诚如神 人 人到了至成的地步 成到极处 如神 神我们讲 神圣 这人就是圣人 他就有通达 十方的能力 我们讲神通 这是源自至成之心 那么有至成之心 又通达明了 这个宇宙万物之理 那至天下就不难 可以真正像老子讲到的 无为而至了 所以 地理 终极的精神 是在治天下 以 人孝制成 来 治天下 这是圣志 那么圣人 对这番道理 岂能说不知呢 他当然知 在这里说不知 是因为 诸子说的 两个原因 问的人 水平不够 跟他讲也没用 所以说不知 第二个 是忌讳 不言 自己国君之恶 好 我们来看偶义大师的周解 偶义大师 引成继清 居士 的话 成继清 居士 是明朝末年的 跟偶义时代 偶义大师同时代的人 偶义大师 文学里头 有 成继清 的传记 是大师亲自写的 还有一篇 赞 这是一位 大德君士 成继清 明月 王者 云天下 大定之后 方行 地理 二十九 咒之方物 必供 于前 历代之 灵爽 尽格于庙 可谓 数穷 横辩 忽 测明 夹上 恰下 无一事 一物 不罗列 于 现前 一刹那记 是天下 如指 其掌 不亦 疑乎 成继清 的这番解释 就把 他的 这个 论语 这张的 义理 扒稿 他说 王者 这个王 是圣王 比如说 文王 武王 在天下 大定之后 文王 武王 武王 灭 商周 这个 商周王 能够 平定 天下 然后 首先 制定 礼业 这时候 周公 出了很大的 礼业 所以 地理 就在 天下 大定之后 举行 这是天子 祭自己的祖先 那么 在行祭礼的时候 耳食就是行祭礼的时候 九州之方物 必供以前 九州是整个 中国 当时 周朝的 疆土 之内 所有的诸侯 都来 祝祭 他们来 宪供 陪同 周天子 祭祖先 所以 把所有的 贡品 贡物 都陷到 灵前 祭台之前 这个 历代之灵爽 既革 革于庙 灵爽 甚至 祖先的 灵魂 历代 祖先 之灵 都 在宗庙当中 享受 祭祀 这个 革隔于庙的隔 有 感隔的意思 祭祀者 能够 以 以 仁孝 沉浸 之心 来感 列祖 列宗的魂 就来应 就来 想 祭祀 那么用这种 做法 作为 表法 有人 孝 沉浸 之心 而且 这个心 到了 急速 这个 能够 感隔 与 住 十方 无所 不同 正如 孝经里 讲的 孝体之志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 不同 可谓 宿穷 横辩 宿穷 是讲世界 宿穷 三纪 三纪 是指 过去 现在 未来 横辩 十方 十方是 东南 西北 加东南 西南 东北 西北 这是八方 再加上下 就是十方 十方 法界 无不感通 过去 未来 也 无不感通 忽悠 车鸣 感应 到脚 通 彻 无碍 能 敢的 心 是 制成 所 敢的 境界 就 没有 障碍 所以 夹上 恰 这 夹 甚至 透 那个水 透出来的意思 我们讲 汗流 夹背 那个夹 就 透透 透出 衣服 出来了 那么 也有 讲 深入 的意思 这个 这个恰呢 也是 湿润的意思 那么 夹上 恰下 就讲 通透 上下 通透 讲到上下 就包括 万事万物 上 上有天 下有地 天地之内万物 无一事一物啊 不罗练于现前一刹那即 没有一事 没有一物 不现前 那么 也就是说 宇宙万事万物 都在这一刹那间 显现 在面前 不仅是 现在的万事万物 过去的万事万物 未来的万事万物 全都现在 这一刹那间 就在此时此刻 突破了 时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能感的心 是真心 真心是 变法界 虚空界 真心 现前了 法界 一切万事万物 统统现前 没有障碍了 时空 被突破 这一刹那即 一刹那不是讲世界 就讲当下 你当下能够 生起 制成的 人笑 成静之心 这心里头 没有丝毫的 自私自利 分别直说 甚至 起心动念都没有 念头都放下了 就在这一刹那即 那个心 就是人笑 成静的 真心 有一念 夹杂在里头 这个人笑 成静 就不能叫 智 不能够 到极处 他有障碍 所以 在祭祀的当中 实际上也是一种 修大定 开大智慧的 过程 祭祀者 以这种 制成恭敬心 入这样 不思议的境界 那 到这个境界 视天下 如指其掌 这话 一点不为过 不仅说 天下之事 了如指掌 看得清清楚楚 宇宙万物 万事 都是了如指掌 现前明白 在这个 无量寿经里面 有句话讲 这个 寿中啊 能持 无量世界 跟 夫子在这里讲的 视天下 如指其掌 是一个道理 就是因为 真心 现前 一切境界 通达 无碍 那么 偶一大师 最后 有一句话讲 方外始月 既云不知 又指其掌 所谓 此处无影 三十两眼 所以孔子 哪里说不知 他先说不知 他先说不知 然后又指其掌 证明他天下是 这了如指掌 那 地理 怎么说不知 这叫做 此地无影三十两 那么孔子 为什么这么做呢 一来 他是有 这个 会恶的 这种用心 不言 不言 鲁国之恶 这种逆似的 唯理行为 他避而不谈 但是 有更深层次 的意思 这个 说不知 就是让我们 放下念头 你有所知 必定有所不知 但你得到的 只是知识 这个知识就变成 所知障碍了 障碍什么呢 障碍真心现前 孔子先说不知 等于是 点误我们 不要起心动念 一落入思想 一落入所知 这个障碍当中 你真心就现不了了 现在叫你不知 真的有点像残宗 这个 一棒打下来 把你念头打掉 让你去顿悟 然后一指其掌 你就明白了 念头一放下 真心就现前 本来真心人人本有 只是被我们自己的妄想 分别执着 这些念头 给打住 现在一放下 天下万物 宇宙万物 都了如指掌了 到了无知的状态 你才无所不知 那么这个智慧 佛教里面称为 般若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那么在江千补助里面说 庄子云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此本性一体之所以 知神人之一体 为万物而报恩 其之地与一切记之所以 若杀生以记神 行私而求福 则获罪于天 无所导也 昔人又埋巾而绑之者悦 此处无影三十两 偶师盖借以 欲孔子不言之言也 庄子说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这是讲 天地万物 跟我是一体的 跟我是一不是二 在这一体当中 怎么可以分我 分他 那就变成一分为二了 割裂了整体的宇宙 圣人 是没有别的 就是回归到这一体当中 怎么回归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回归了 妄想分别执着 是把这个一体割裂开来的 这是讲到本性一体 那本性一体 宇宙万事万物一体 神与人当然是一体 所以祭神 祭祖 都是在提示我们 回归一体 用我们真心去感觉 这里头 哪里有障碍呢 为万物而报恩 万物对我们都有恩 我们是 依赖万物而生存 吃的用的 无不是自然界所赐 所以我们要起报恩心 那么真正物明这个道理 才知道地理和一切的纪理 是这么说法了 换句话说 这种理都是教我们 回归本性一体的境界 让我们转返成圣的 那么现在人 把这些理的精神 全都迷失掉 而什么呢 在这形式上 做功夫 祭神 要用杀神 把这个猪牛羊 作为牺牲 祭品 用血腥 来供养神灵 这个 祭祭的目的 变成求福了 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 比如说 希望生光发财 希望自己这个 平安健康 这都是 求自己的福报 而把理的真正的精神 给丢掉 这是什么呢 不仅没有回归一体 而是加重了分裂 把我和神灵分裂 把我跟宇宙分裂 把我跟万物分裂 杀害生命 来祭神 神会享受这种血腥供养吗 礼的意义是启发我们 为万物报恩 我们还要 戕害万物 还要行私求福 这叫做 获罪于天 无所导也 这句话是出自于论语 也是本章的 这个本篇的 后面我们会讲到 这就说得难听一点 这亵渎神灵 神灵都是神圣的 他们的观念跟圣人一样 是万物 天地 与自己一体 现在我们呢 戕害万物 杀生祭祀 求的都是自私自利的目的 这不等于 亵渎神灵 获罪于天了吗 无所导也 你就 你祈祷什么呢 这不是祈福啊 这起来的是获了 那么江谦 补助 偶一大师讲的这个 对这个引方外史的画像 方外史是 也是明朝的一位学者 说西人有埋巾而靶之约 这是一个成语典误 有人呢 埋了黄金 是这个 埋了三十两银子 在地上 怕给人家拿去 给人家挖掉了 输个牌子 写明说 此地无银三十两 这是等于说 告诉别人 这里有银子吗 那么偶一大师呢 这里引用这个画呢 是来介遇 倒不是讽刺孔子 是说孔子有不言之言 这个不言之言 就是他这个话 不能说出来 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 他说不知也 就浅进的解释说 像先如假的 有忌讳的意思 这个有 这个问话的人呢 境界不够啊 说也没用 有这个意思 所以不言了 不说了 但是 这里头更有不言之言 更就不能说了 这法华经理讲的 直指不许说 我法妙难思 难思意的大法 不能说 像道德经一开端就说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常道真道 不能说了 所以一个不知也 止住我们的妄念 不能说 也不能够去想 要我们什么呢 离言绝律 离开言语文字 暂觉一切的思虑 去行道行不到处 方可证得 孔子的心法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章 第十二章 既如在 既神如神在 子曰 物不预计 如不计 这个孔安国诸解 这个孔安国诸解 雪宫老人 是因孔安国诸解说 既如在 是言 是死如是生也 既神 未既百神也 既如在 既神的时候 既 鬼的时候 既如鬼神 在前 那么黄书 黄坎的诸书也说 既如在 既人鬼也 这个鬼就是 祖宗的灵 孔子讲的 非其鬼而既之 这属于产霉 这个鬼是指祖宗的灵 那么既是 自己家的祖先 那么人子奉心呢 是死如是生 是如在也 所以如在 是由 讲到 是死如是生 的意思 不在的人 如同他在一样 侍奉他 说明啊 孝心是一样 不管父母 在不在眼前 不管祖先 在不在眼前 都是这样 至成孝敬 所以既祖宗 既鬼神 是一心想着 是观想 祖先 鬼神 就在眼前 用这样 结成的心 去祭祀啊 才能够 感觉 鬼神 来享受 我们的祭祀 所以说 如在啊 就讲我们 入这个观想 一心观想 才会有感通啊 那么 成子 又说 这诸子 集中里面 引成子的话 既 既先祖也 既神 既外神也 既先祖于孝 既神主 于定 然后祖子自己说 于为此门人 既孔子 既四之诚意 那么成子 说这个既 就是指 既先祖 既神呢 是既外神 不是自己家的祖先 但是呢 他是一种神灵 他不是一般的鬼神 就像 这个 水神 山神 这一类的神 鬼神道里面呢 跟人道也 有相似 各有其知 他有他 不同等级的神灵 那么既自己的祖先呢 这是 重点在于孝敬 向孝敬父母那种心呢 来祭祀祖先 祭神灵呢 主于敬 向敬自己国君的那种心 去祭神 那么既子以为呀 这是孔子的门人 弟子 在记录啊 孔子 祭祀时候那种诚意 诚于中 而心于外的 那么一种 状态 那么 孔子说 五不欲 祭 如不聚 这个欲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赞同的意思 一个是参加的意思 那么 祖子呢 他认为是参加 这个意思 他讲 又既孔子之言已明知 言既当即之时 或有故不得欲 而使他人设之 则不得置其如在之成 故虽已记 而此心 缺然 如未尝 记也 那么实际上 他这个话 也是 引用啊 这个 汉如 包贤的诸解 既如在 既神如神在呢 是讲他自己参加祭祀的时候 那么如果有时候呢 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参加 比如说出爱 比如说得病了 不能亲自参加的 那么就请人 代他参加 使他人设之 这个设就是带 这个意思 由他人来代祭 那因为自己不能参加了 也就没有办法呀 像前面讲的 既如在 既神如神在 那种一心观想 结成 祭祀的 那么个 机会 所以呢 诚心不够啊 就不得感应的 所以说 如不祭了 那么这一次啊 让人代祭的 就好像啊 他没有去参加祭祀一样 因为这个心 不够啊 在当时那么样的 参加祭祀的时候 那么个制成性 所以让人代的 总是 比较啊 缺了 这个一层了 这个结成性就不够了 那么 偶依大师呢 他把这个欲啊 当作 赞许的意思来讲 他说 欲许也 济如不济 为无成心之人 故夫子不许之 孔子说 我不欲计 就是 我 不赞许 那些 没有 至成心 祭祀的人 来祭祀 那么 所以 没有 成心 祭祀 夫子 不许 这个欲 当许字讲 就是赞许 赞同的意思 我不赞同 这种人来祭祀 为什么呢 祭如不祭 祭了 祭祀了 就好像没祭祀一样 人在 他心不在 成心 不足 没有感应 祖宗和神灵 也不会来享受他的祭祀 他没有这种感觉 不能感通 要怎么感通呢 至成感通 所以 这个 君子祭祀 提前七日 这个 守戒 三日 这个 吃灾 灾戒 沐浴 参加祭祀 这是显示他的 至成心的 而且 祭祀的时候 一定是 非常恭敬 这个礼仪 一点都不缺失 这才是 有感觉 所以啊 这里的精神讲 祭祀的精神 一定是要有 至成心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暂时先休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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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